就是2005年 双交跳燕舞 乐坏连爷爷 这个他跟郑立文跟陈凤馨 2005年 那个那一年刚好 他那一年刚好是被连战加入国民党 他去国民党担任文传会的 副主任兼发言人 穿这个短裤 穿这个网袜 这很性感 这个我说实在 如果真的是女性主义者 会觉得这是物化女性 那如果说是为了这样去讨好连战 因为他刚刚进国民党 他未来要 可能要让连战更有好感 他做这样的一个牺牲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有某种的物化女性 如果你要讲女性主义的话 我很多女生是不愿意 主持人你为什么一直摇头 这个像昨天那些问题 今天又把他扯上说 什么爸爸妈妈 没有把孙子上交好 当然有人说 爸爸妈妈没有把郑立文交好 我想这个都是不必要的 去牵扯人家爸爸妈妈没有道理 牵扯人家爸爸妈妈 牵扯到变成女性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 有一些问证的这个国民党 问人士这样子乱扯是不好的 不应该这样乱扯 例如是就事论事的地方 大家可以讨论 那他故意把他测开到什么女性 叫那么多人出来 声言他这个很奇怪 又讲到爸爸妈妈去 这个很奇怪 来给大家看一下 国民党今天发动中正区复工会 万华区复工会 妇女志工团 到立法院声援郑立文 国民党女性立委跟台北市议员 钟佩均 徐晓卿等人到场 目的都讲他们在辱骂女性国会议员 辱骂女性 那因为这样 所以姐妹们看不下去 讲姐妹们 我们这里有个王时期 我也是女生 可是我也会明辨是非 就是说这种 这件事情的本质 就不是性别议题 如果要讲女性主义的话 女性根本不应该 以卖弄风骚 卖弄性感去取悦男性 所以那样子的装扮 才是真正羞辱了女性 不过那个是之前的事情 算了也不用讲了 这件事情的本质 其实就是投不投降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这个 原本的主题 你吵不下去了 你自然就会转一个弯 找一个对我有利的主题 去继续吵下去 那如果是当初的吵架 是因为投不投降这件事情的话 你应该继续吵 你郑立文应该继续吵下去 你怎么会摇身一遍 然后又躲在女性的保护伞里面 我觉得跑去躲在性别 这个议题的后面 就变成男生欺负女生 不可以这个是万二死罪 我会觉得这个就没有明辨是非 就是事情总是有对错的 你们吵的原因是 要不要买核动力潜见 你们吵的原因是因为 总统跟院长会不会 第一个跟第二个投降 如果这个东西 是你们争执的焦点的话 你就应该距离力争 我执行的超对 然后你这个粗言不逊 你竟然这样子 反唇相激我 然后所以你情绪管理不好 你应该就这个东西去继续炒下去 更何况你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有称赞你 你词询的超赞题目很好 那你就继续讲这个题目 你为什么要躲在女性的保护伞后面 苏贞昌讲的是说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 那是因为你现在代表的是 中国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你就是党的形象 那国民党是什么样的形象 就是时不时出现投降主义的形象 那所以苏贞昌是在跟你讲 投降主义这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置换主题呢 你为什么要闪躲呢 你如果有道理 你就跟苏贞昌继续炒下去 你干嘛找了这么多女生 来帮你讲这些东西 更何况这些就做女性团体吗 不是啦 其实就是国民党党工 只是刚好是女生而已 也就是说社会上并不认为 这是针对女性而来 对啊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好像反而是侮辱了女性 因为女生吵不过别人了 所以我们就要躲在 我们性别的保护伞下面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 反而是有一些坐见女生 好像女生都没大脑一样 有道理继续炒啊 然后甄立文现在又很坚持说 没有是我退党 这是当年的新闻 这个记者是专门跑 以这种编排应该是 当时联合晚报 对当时 秦富是我们的同业 秦富当时的报导 就是说这个就是 无意义通过开除 甄立文的党籍 然后当时的主委黄敬林还说 因为他的确是因为 田恶安的发言等等 然后口口声声说 他很爱党 可是他党费都没交 我记得田恶安那时候发生的时候 是冬天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整年都没有交党费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好爱党 所以他说他被开除以后 他不会交入其他政党 重点是他爱民进党 他说他被开除了 所以他不会交入其他政党 他不是因为有二清要跳槽或干嘛的 所以我不会加入其他党 结果短短三年还不是跑到 加入了国民党 然后加入国民党的时候 还很高兴地拿一个党证给大家拍 所以就是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其实如今都会被一一挖出来 那你有没有双标 你有没有前后矛盾不一 你有没有立场的改变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摊在阳光下 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自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现在回过头来 用高标准去要求别人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 那起码你自己先做到 是你自己改变了你的中心思想 是你自己改变了你的信仰价值 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没有 是我自己离开民进党 没有 你是被人家开除的 帕老师拜托那张图再拿一下好不好 因为时期他不愿意 对 我觉得那个很羞辱女性 因为2005年是他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这一年 2005年也是连战 他去那个连爺爺的时候 当时其实他在台湾 虽然是在野 但是他权力非常的非常的 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 朝小野大 国民党的立法院是过半 西次过半 因为那个你看 热裤网袜 线上相吻 热坏了连爺爺 那我想请教一下时期 线上相吻你要吗 不要 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 为什么 我会觉得女性要尊重自己 所以如果你是用这种 为什么你觉得这样不尊重自己 因为你卖弄你的女性特征 拿出来当一个卖点 而你取悦的对象 是一个有权力的男性的时候 不是他在罵过最残暴的政党 对 他为什么要对残暴的政党 而且四百年来是这样子的压榨 你台湾人的时候 像话吗 是 女性主义怎么不出来骂一下 你当初的主张 然后你做出这样的行为 这样子是很尊重 尊重你自己的幸运吗 这样会容易升官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图 这要练 这不是这样做的 对啊 这个要练 而且要赶肉 不是 只有练而已